阳台系列的月季 它就是灵芝妖精 灵芝妖精可能很多的花友都比较熟悉 因为它是阳台系列当中的经典品种 它虽然是阳台系列 但是它的花并不小 完全展开的话能够达到六厘米 花的颜色是深粉色 最主要一点是 它的花非常的香 是一种老玫瑰香味 而且灵芝妖精特别皮实 比较适合新手去养殖 夏天的时候比较耐晒 而且比较耐旱 它的植株高度 连接四五十厘米 放在阳台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灵芝妖精是戴尔巴德的经典作品 戴尔巴德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是法国的育种家 它培的月季品种是非常多的 这个灵芝妖精品种确实不错 灵芝妖精它的叶片也是小小的 比较符合微月的形象 看它的叶片就像一个是微型月季 灵芝妖精是非常勤花的 几乎是一年四季在开花 每一个心的枝条产生 都是一个花苞 并且它是多头开花的 一般的微月品种 它的分支能力都是比较好的 大家看一下在下面 每一个芽脸长出来都是一个分支 每一个分支上面都是一个花苞 所以你想要灵芝妖精爆盆 它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稍微有一点养殖技巧的 都能够轻松的做到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出这款月季 谢谢大家